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平时呢,跟大家介绍车型啊,讲机谱讲的很多的 那如果第一次看唐大叔视频呢,可以看看我的YouTube频道 首先呢,现金这种方式呢,就是有的时候是没办法 因为车一般我们讲最多做96个月的车贷嘛 那8年吧,就是你要是超过这个年份 假如今年2018款出了,2010年以前的车就很难做车贷了 那因为银行对他来讲,这个8年旧的车他估不出来多少钱呢 他也不知道,你新车他是知道的,有市场知道价 所以他就不愿意,或者说他认为风险太高吧 不愿意接这笔业务了,那你就只能现金买了 再来的话呢,现金有好处,这块肯定就是省下利息了 因为二手车特别,他利息会高一点 新车很多也是有点利息的,你的总价就肯定是最低的 但是呢,特别像我们移民在国外,现在倒签出来也不容易 一般一下拿这么多现金也,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但是呢,至少放点首付吧,对吧,这也是一个方式 那再来呢,就个人交易,个人肯定我要收现金的 你不用给我支票了,我也信不过你 大家就一锤子买卖,所以这只只能现金了 再来的话呢,有个别的生产制造商 他们因为新车吧,一般讲的,他利息会挺高的 那你如果付现金的话呢,他有个别情况 他会给你额外优惠,一般是没有的 但个别情况会有,那当然现金为王嘛 不管你买什么车,现金肯定是给力的 那再来呢,分期 分期呢,那大家最主要几个东西就是我有这个车的拥有权 这个对有些人很重要的,天天用的东西嘛,就和自己很亲密 我是希望有这个拥有权 你这个分期的时候,你的分期款里面是税后分期 包括所有的税和这个车本身的这个钱,对吧 所以就是说你将来这车在train的时候就可以抵税了 如果你是一般的车就能多抵12的税 如果你买一个有豪车税的,你就抵15%在BC上 再来呢,你这个车你是有拥有权的嘛 也就是说车贷环境之前你和银行是共同拥有吧 但是这个车只要你安身还钱的话 这车理论上就是你的 那你没有像租赁一样有公里数的限制啊 那你要不要改装啊,随便你改 因为贝美它是不管你的,改装什么 只要是合法就可以改 那如果你中间说需要临时这个车出手卖 它也不管你的 那另外的话,这个车贷的话也是个open loan 我们叫开放式没有限制提前还部分 提前还全部或者怎么样的转手都不管你的 那再来呢,就是厂方 不同的生产厂一般来讲 美国车的话,它一般就finance政策会特别好 这个租赁提到了就是很多厂方 他们德国车啊,一些日本车 他们都倾向于租赁,他们很喜欢的 所以政策是有倾斜的,这块也提一下 长租呢,或者leasing的好处就是 也适用的人群是每两三年我就要开新车的 我想要最新的车薪,我想要最新的科技 那每个月我就固定出来这么多钱放在车上面 对吧,我就永远这么租下去 那再来呢,可能有可能会更低的月供 那唐达说了,有政策倾斜的美国车不一定 你leasing会更低的月供 但是很多德国车啊,日本车的政策的关系 可能这个每个月的月供会更低一点 有这种可能性的 而且另外就是你这个税是按月来付的 不像那个financing这个一次把总共的这个税算进去 然后放在每个月里面 所以呢,例行也就是没有抵税功能了 回头再train的话 那再来呢,租赁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限制的,一般里数限制 对吧,一万八,两万四,每年只能开这个里数 过了的话就得去补钱 再来改装一般有限制的 你改完之后要改回去 或者说扣钱啊,或者怎么样的 那再来呢,提前卖车就比较麻烦了 一般呢,你就要把剩下的这个多少个月的leasing的payment给付掉 再加上尾款 然后把车买断之后 你才能再去train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 那当然具体的会有条款的 每个都不太一样 但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呢,政策倾斜 根据不同的美国车啊,德国车啊,欧洲车啊,日本车 会有不同的政策倾斜 相关的车型的和品牌的那个官网都会有的 那再来呢,咱们再讲这个买车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区别 那买车呢,其实简单来讲呢 一般就是有两大类 真金白银的这个折扣 我们叫rebay,cash rebay 那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市场指导家这车 假如五万块钱,给你五千块钱的 那上手就给你减五千了 另外一种呢,就低息或者零利率 也就是说这车我都是市场指导家就这么多钱 但是呢,我有低息政策一段时间 或者零利率政策多少个月的 那这两种适应的不同人群的 那第一类型呢,对吧 那就是比较极端一点 我就是有现金折扣 但是正常利息,399啊,499啊 正常利息你去付 第二种呢,就是低息零利率 那就没什么现金折扣 或者一点点现金折扣 那剩下给你个时间 一般60个月啊,72个月啊,84个月的零利率 对吧,这种 那第三类呢,有时候一些促销的时候 它会两种,就各一点点 给你一个现金的折扣,几千块钱的 那再加上一个不是最长的时间的这本零利率 假如说给你5000块钱,rebay 再加上个5年的60个月的这么一个零利率 这也是不错的方式 那这三种方式呢,没有说哪个最好 它有适应不同的人群 唐大叔理解简单说呢 现金折扣这种啊 就最适合就是手头上有现金的 或者是你有一个车train的 那也等于说是首付嘛,对吧 现金首付或者train 那这样的话总利息就少了 那你占到的优惠就最大了 车价减得多 再加上少一点的利息 因为你有train或者放了一定的首付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利用这个厂方的政策 那如果低息这种呢 就是说有很多人喜欢买新车 一台车开很长时间 就跟朋友借钱买车一样 完全不用付利息的 那这个是能享受到最大的优惠 那最后一个综合这种呢 就适用所有的人了 当然如果你有现金或者有train 你就放一点首付 但同时你也享受到这个一些 现金的折扣和短期的零利率 所以这个也是享受到最大好处的 所以呢这个没有最好啊 只有更好或者只有最适合你的 那再来呢提到一点 就是说有一些特别政策的 在短时间里面 这个一般就是在换季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别政策 那大家注意 就是像现在的话 开始慢慢有一些一期款的倾销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就除了上面讲的三种之外 额外的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那大家 这个就各种各种形式都有了 大家可以去官网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呢这个会有帮助 但是呢最主要想抛砖引玉 让大家多问问题 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吧 如果大家觉得 看完之后有帮助呢 记得给唐大叔点赞了 如果觉得不咋地呢 不要给我差评 在下面留言互动了 如果呢觉得这个有帮助呢 可以跟朋友分享 那当然如果你住这个加拿大温哥华呢 喜欢吉普 可以来找唐大叔买车 支持一下业务 当然唐大叔除了卖的最多的新车吉普之外呢 我们这个店也挺大的 二手车也有 所以呢 广告的话也不多说了 就这样子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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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